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 相生班纳特有五个女儿 可是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 他的五个女儿都无法继承他丰厚的家长 班纳特死后 他的家长将旁落到一个几乎从不来往的远房亲戚手中 这让班纳特十分苦恼 那么困扰班纳特全家的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法律 班纳特先生为什么不能自主处置自己的财产呢 西方名著中的法文化 复旦大学郭剑教授将为您讲述女儿无法继承的家产 这是西方文豪影下的经典人物 这是发生在夜国他乡的精彩故事 面对王位继承财产纪纷 自杀他杀的诸多法律问题 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怎样的机会 请越知道 透过经典品文化穿越国度和法律 复旦大学郭剑教授将带我们看出西方名著中的法文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得讲一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名作 叫傲慢与偏见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在英国南部一个叫浪伯恩的村庄 这个村庄绝大部分土地属于一个地主 这个地主叫班纳特 班纳特先生和他的夫人 班纳特夫人 他们夫妻两个人经营不经营这土地 不经营土地 只是简单地把这个土地由租户来替他们经营 每年他们从这个土地上面可以获得2000英镑的收入 足够他们过非常小康的生活 一切都很美满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不美满 班纳特先生和班纳特夫人 连续生了五个女儿 没有生一个儿子 小说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提到了 这个家庭最大的一个隐患 什么隐患呢 就是万一班纳特先生 一家之主 这块给他们带来收入的唯一的产业的主人 如果死去的话 他这块土地呢 不能由他任何一个女儿来继承 而是要由法律规定的 他最近的一个亲属 远方亲属来继承 这件事情使得班纳特先生烦恼无比 故事开始的时候 五个女儿基本上都已经成年 班纳特先生和班纳特夫人都已经年过五十 已经不可能再生育儿子了 于是班纳特先生 现在和班纳特夫人最大的心事 就要赶紧把这女儿都嫁出去 班纳特先生动不动就跟女儿们讲 如果你们嫁不出去 留在这个家庭里面 万一我走在你们前面 我先死掉 来的这个继承人 看你们不顺眼 他可以把你们全部都赶出去 你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 催着这五个女儿找对象赶紧嫁人 就成为这个家庭的最大的一个家庭动力 班纳特先生跟班纳特夫人都拼命的在做这件事情 整个小说就从五个女儿都愁嫁 这个主题出发 背后隐藏的是对这个财产的焦虑 因为将来来的继承人 会把整个房子跟土地都收归只有 而不是属于他们五个女儿当中任何一个人 现在这个继承人登场了 距离班纳特先生最近的一个亲属 就是离他从血缘上讲 从法律上讲 亲属等级最亲近的一个亲属 男性是谁呢 是他的一个表兄弟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表侄子 班纳特的表侄子叫科林斯 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是班纳特先生的表兄弟 但班纳特先生和这位表兄已多年没有来往 不但没有感情 还有过很激烈的矛盾 但班纳特除了这个表侄 又没有别的亲属 想着自己苦心精灵的庄园就要落入表侄之手 而自己的亲生女儿说不定就要被倒地出门 班纳特既傲丧又骄到 然而正在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一直苦恼的班纳特似乎看到了希望 西方民族中的法文化 复旦大学郭建教授将继续为你讲出 女儿无法继承的家产 小说第十三章 设计了一个峰回路转的情节 就是克林斯先生给班纳特先生写了一封信 非常恭敬的 也太那么一点傲慢的 向班纳特先生提出 他准备来拜访一次 作为将来的继承人 他准备给还没有去世的这位背计人来一次会谈 他在这封信里面向班纳特先生表示 自己的父亲当年曾经和您发生过争吵 这是你们老一辈的恩怨 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我那现在已经读过大学 而且得到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吉巴 一个贵族 男爵夫人的青睐 给他谋了一个教会的职务 这样一来他已经有了稳定的收入 换言之 也就是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一文不明的穷光蛋 自己现在也是一个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了 有了正当的职业 有了国王给的兴奉 所以呢他觉得自己是有资格来继承这份财产 而且他也知道班纳特先生心中最大的隐忧是 如果自己死在前面 五个女儿和这个继承人会发生非常不愉快的这个接触 他们要看着继承人的脸面才能够生活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怎么办呢 所以克林斯先生在信中说 他已经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你不是有五个女儿吗 我现在就来接触你们家 然后我在你们这五个女儿当中 我挑选一个作为自己的太太 这样我作为女婿 录主这个庄园 将来您去世以后 我继承了浪伯恩的这份地产 继承了浪伯恩这个庄园 这个宅子 我会善待我的小姨大姨们 还是亲耻 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万全之策 所以希望您允许我前来拜访 班纳特先生看了这封信以后呢 心里略微有所宽慰 就是这个按照法律会来继承这个地产的人 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 想出这个办法呢 也是比较妥当的 只不过这封信呢 写着一点酸鸡鸡的 这个文体呢 拼命地要模仿很高压的口吻 但是呢又写得啰哩啰嗦 这个吃不达意 所以一看呢 这就是一个又自卑又自大的人 一个爆发户的嘴脸 他又怕自己的女儿呢 看不上他 他就把这件事情 向女儿和自己的夫人都宣告了 傲慢语片间呢 后来好多次被搬上了荧幕 有很多电影剧本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是他接到这封信开始 因为这个马上就进入了 这个小说里面最戏剧化的场面 克林斯先生来访 他来访问的时候呢 对他们家战不绝口 任何一个家具 任何一个摆设都直直细细地看过 然后战不绝口 班纳特夫人一面觉得很受用 但是另外又一想 这小子提前已经在做自己的遗产清单了 他是在对自己将来的财产在进行估算 所以呢他心里非常的恼火 克林斯先生来访了当天 他就要求能不能和另爱逐一见面 他要把这五个女儿呢全都看一遍 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 所以班纳特先生也同意 克林斯呢 第一就看中了老大吉英 大家都知道吉英呢 当时已经和邻居宾格莱先生 已经发展出了很好的关系 所以班纳特太太马上给他顶回去 他说吉英基本上已经找好人家了 啊 我不挑剔他 老大如果不行 伊丽莎白老二我很喜欢 想不到这个伊丽莎白呢 非常不喜欢他 傲慢与偏见这个小说里面 这个老二伊丽莎白 是整个小说的一个中心能 整个小说都是以他的眼光在进行观察 也是从他的嘴里面 揭露出当时贵族社会的这种 傲慢与偏见的这种风气 作为主人公 伊丽莎白也是对这个克林斯先生不感兴趣 克林斯先生尽管被拒绝 但是呢他一点都没有灰心 小说从此以后就开始陷入 克林斯先生不停地来造访班纳特家庭 千方百计要在这个里面 找到一个自己的称心的太太 然后可以名正言胜地来录主 这个庄园 成为这个产业的主人 小说里面安排了这五个女儿 和克林斯先生的周旋 然后顺便带出了这五个女儿 各自的恋爱上的悲剧和喜剧 小说的最后 大女儿出嫁 基因嫁给了他所喜欢的 宾格勒先生 伊丽莎白也嫁给了 喜欢她的也是她所喜欢的 但是初看上去非常傲慢的 一个青年贵族 达斯 也成为一段良缘 另外一个女儿更好 在小说开始后不久 在故事进程当中 她就已经和一个军官 伟汉已经私奔 然后又堂而皇之地回到家庭 让这个家庭接受一个既成事实 所以三个女儿都已经摆平了 还有两个女儿还没有嫁出去 是不是要嫁给克林斯先生 也不是的 因为非常巧的是 克林斯先生喜欢上了 伊丽莎白的闺蜜 也是他们家的一个邻居 夏洛蒂 夏洛蒂家呢 也是一个贵族 住在 班达斯先生庄园旁边的一个房子里面 他们家现在呢 已经有点没落了 这个夏洛蒂呢 已经27岁 正好和克林斯先生呢 年纪相当 他的性格呢 也是不像伊丽莎白这样自立 比较逆来顺受的那种 嫌弃良母型的 克林斯先生非常喜欢 见了面以后就开始喜欢上了 在三天里面两次求婚 终于成功 所以等到小说结束的时候 克林斯先生也终于获得了他的心上了 那么在小说里面 这样就摆平了 克林斯成为他们家的邻居 娶了他们邻居的太太以后 将来就算班达斯先生和夫人过世以后 他来接收这个地产 作为这个五姐妹的老朋友 也不会把这五姐妹怎么样 所以班达斯先生跟班达斯太太的 心头最大的隐忧 在小说结束的时候 也算是过去了 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 相生班纳特有五个女儿 可是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 他的五个女儿都无法继承他丰厚的家产 班纳特死后 他的家产将旁落到一个几乎从不来往的远方亲戚手中 即使说家产传男不传女 但是班纳特的几个女婿 不仅比克林斯优秀 而且他们作为班纳特女儿的丈夫 班纳特先生的女婿 从关系上也都更亲近 那么为什么按照法律规定 班纳特的家产却一定要由这样一个小丑似的远方表值来继承 这种奇怪的法律又是如何在英国产生的呢 西方名著中的法文化 复旦大学郭剑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女儿无法继承的家产 这是西方文化文化经典的故事 这是发生的英国他乡的精彩故事 面对王位继承 海场纠纷 自杀 大沙门 冲突 各种文化背景下会有怎样的词 你也知道 透过经典篇文化穿越无度的看法律 复旦大学郭剑教授将带我们看出西方名著中的法文化 在小说里面写的这种困境 这个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碰到过 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 女儿尽管她的继承的份额 有的时候是受到限制 继承的顺序是排在儿子后面的 但是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 这个家庭的土地是可以由女儿来继承的 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规定的 在英国也是这样的 应该也是这样 英国的国王如果没有生儿子的话 不就是由英国国王的女儿来继承的吗 女儿能够继承王位 这个王位就代表她拥有整个英国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女儿为什么不能去继承 浪博恩的这个地产 以及他的房子呢 不是讲不通吗 所以这种奇怪怪的现象真的是英国特有 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到第二类这种奇怪的 这种奇怪的制度是什么呢 这种奇怪的制度就叫限定土地继承权 更准确的叫限制地产继承权 在英国有大量的土地是这样规定的 这块土地只能由儿子来继承 女儿不能继承 其他的土地如果不是这个性质的土地 女儿可以继承 但是只有被指定为必须儿子继承的土地 才只能由儿子来继承 没有儿子的一定要一个男性继承的 女性不能继承 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叫限制继承权 或者叫限定继承权 怎么会有这么怪的制度 这种怪的制度从哪里来的 这个制度呢出现得非常非常早 在一千年前 这种制度就形成了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王室呢 并不是在英国这个岛上面 土生土长的一个王室 1066年 也就在一千年前 在法国诺曼底这个地方 有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叫威廉 后来就称为叫威廉一世 他呢带了军队侵入英国 就是现在的布列迭岛南部 英格兰这个地方 宣称了自己有权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结果呢 打败了英国的国王 哈洛德 占领了整个今天的英格兰地区 这个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 就称之为叫诺曼入侵 这个国王非常厉害 他对英格兰实行了铁腕统治 执行中央集权 剥夺贵族的权利 其中他把他从诺曼带过去的贵族 以及原来英国本地投降他的 就是表示对他归顺的那些贵族 都给他们分封了土地 一共封了一千两百个贵族 已经归顺的贵族 你原来的土地也算我封给你的 把英格兰原来对抗诺曼人的那些贵族的土地 给他没收了 然后分给从法国过来的诺曼贵族 分封完了还不算 威廉一世还想到将来怎么办 所以呢 他在1085年 也就在他进入踏上英格兰土地 19年以后 他在全英格兰进行了周密的土地测量 每一个贵族封了哪一块地 这块地有多大 然后地上面有出产什么财产 有哪些东西 每一块地全部登记在路 比如说全英格兰 12个伯爵 我给你这个伯爵的领地上面 你每年要交我多少钱 然后我出去打仗的时候 你必须要给我40个到60个骑士 骑兵 这个骑兵必须全副武装 马踢 盔甲 刀剑都由你提供 后勤也要由你保障 这样他可以征集起一只骑兵了 小一点的贵族 男爵 也给他规定10到20个骑士 然后还有很多带到英国的 法国原来的步兵 射箭的工兵 这些人也给他分一块地 给他分块地的代价就是 将来我要打仗的时候 你们家必须要给我出一个当兵的 出一个射箭的工兵 出一个打仗的步兵 这个土地分封了以后 登记在这个1086年 这个土地清测上面 全部都是现实的 后来英国贵族就把它称之为 叫末日审判书 就像上帝在人死了以后 进行末日审判一样 把所有贵族财产全部登记在 然后他允许这些贵族 再向下分封 比如说他分到一块地 他不是要出40个到60个骑兵吗 现在他把一块地分给一个骑兵 然后跟你讲 这块地你去种 这块地的收入归你 每年给我多少钱 打仗的时候 你必须亲自来为我效力 或者为国王效力 那么这样一来 这块地将来可以继承 你有了儿子 可以有儿子继承下去 但是必须要出一个骑兵 因为要出一个骑兵 所以必须要男性 或者必须要出一个射箭的工兵 所以这块地就被称为 必须要由儿子来继承 不是儿子来继承 不是男子来继承 谁去打仗呢 国王打仗的兵没有了 这个就是这种 所谓县世土地的来源 我们把它称之为 县世地产 或者叫县定地产 就是他县定 只能有一个男子来继承 如果我现在这块土地的地主 我承担要给国王当骑兵 出一个骑兵的义务 但是我现在老了 我也没有儿子怎么办 所以他规定 你这死了以后 你这块地 必须要交给一个男子才行 你如果是有女儿的 那么就从你的亲戚里面 挑一个人来继承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 你不能够用遗嘱随便的 遗争给别人 也不能够用遗嘱指定 由女儿来继承 这块地必须要交给一个男子 一千年前的制度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 尤其是贵族死了 原来从国王那里 拿到土地的贵族 再把这个土地 向下面一层贵族分封 比如原来是这样一个大的 现在分成了四份 这个四份下面 每一份又分成了四份 威廉一世还没有死的时候 像这种层层分封的情况 已经出现了 这样三层分封的情况 那么到了几百年以后 每次分封一层层下去 这个土地已经变得非常零碎了 原来出60个骑兵的土地 现在变成60块县市地产 变成只出一个骑兵的时候 这个土地就再也不能分了 就是这一个单位的土地 只能一块土地 整块地继承下去 像这种县市地产就保留下来的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是在诺曼入侵以后 六百年发生的 但是对于这个土地制度 没有去出动它 没有去管它 所以造成英国的土地法空前的复杂 莎士比亚曾经在他的戏剧里面写到 他说在英国 我们的律师靠什么算钱 英国的律师就是靠买卖 人家在买卖土地的时候 他给人起草文件 买卖一块土地要起草一箱子 一个皮箱的文件 为什么呢 这块土地可能承担了 要向国王交出一个石匠 敲石头的石匠 或者要承担了出一个骑兵的义务 或者承担要向国王 交一百支箭的义务 这些全部都要记录在案 写到这个文件的 土地买卖文件的副本里面去 因为英国历史上 没有彻底的社会革命 它总是一层一层的改良 所以这种情况就慢慢慢慢的拖延下来 所以这种县市地产 经过了几百年 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 人就保留在英国社会里面 出现了像傲慢与偏见 班纳特家族这样的难题 只生女儿 没有儿子 而且这个难题 在英国保留了 一直保留到了二十世纪 1866年英国进行了一次改革 原来英国的土地都是属于国王的 1866年的土地法才规定 原来所谓国王分封给你的土地 名义上属于国王 现在都不算了 都属于谁 实际占有这个土地的 实际拥有所有权的人 现在就算是真正的地主 国王不再是理论上 全英格兰唯一的地主 但是在这些土地的私有下面 这些县市地产 人就保留下 这么便宜的土地制度 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5年英国国会终于通过法律 把所有的这些什么县市地产 什么要出一个实际的土地 什么只能有儿子来继承的土地 这些土地的区分全部从英国的土地制度里面 给它取消掉 现在土地就是私有土地 可以处分 可以继承 也不再限定 必须要有男子 才算把这个奇怪的县市地产 在英国法律制度里面把它取消掉 这种县市地产 从它设立一直到被取消 居然要花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可见英国这个社会 它的保守的性质 它这个保守的力量有多大 所以我们从傲慢与偏见这个故事 从这个奇奇怪怪的县市地产 县市继承权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了英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性 它的保守 成就 但是呢又非常顽固这样一个特性 我们看到这种法律 和世界其他地方法律的不同之处 显示出英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在欧洲的古典文学名著里 有不少关于乞丐的描写 然而这些文学作品中所提到的乞丐 几乎都是犯罪与邪恶的代名词 所有乞丐的命运也都十分悲惨 那么为什么在这些文学作品里 乞丐的形象会如此之畅 在欧洲历史上 乞丐的真实境遇又是怎样的呢 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 有不碎的乞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